大家好,我是艾斯特 最近好冷呀 最适合做点热腾腾的汤菜来吃 所以今天分享一道东北汤菜 酸菜白肉 详细的材料用量在片尾处 首先来准备的配料 姜、蒜、去皮切片 大葱斜切成片 锅里加入足量清水 放入洗干净的五花肉 放入几片姜和大葱 加入几颗花椒 再加适量料酒 大火煮开后 把煮出来的血沫撇干净 然后转小火炖煮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筷子能轻松地扎进肉里 像这样 就可以关火 把肉捞起来 放入盘中晾凉 接着把煮肉的圆汤过滤一下 过滤完放一旁备用 东北酸菜切去根部 切成细丝 切好放入清水中 清洗两遍 洗好后尽量挤干水分 锅烧热 加入适量油 放入葱姜蒜 爆香 加入抖散后的酸菜 把酸菜炒香 酸菜炒过会比较香 酸菜炒香后加入肉汤 煮开以后移到砂锅里 小火炖煮20分钟 趁酸菜在煮的时候 把肉切成薄片 再弄一个蘸料 蒜瓣里加点盐 防滑 倒成蒜泥 加入适量酱油 少许糖提鲜 几滴醋 减腻 最后再来一勺自制辣椒油 提香 搅拌均匀 蘸料完成 这个酱汁占什么都非常香 非常好吃 20分钟到了 酸菜已经炖的差不多了 放入粉条 粉条提前泡不泡都可以 加入适量盐 和适量胡椒粉调味 其他调味料都不用加 稍微搅拌搅拌 放入切好的肉片 再炖几分钟 煮到粉条熟透就可以了 最后来点葱花点缀一下 酸菜白肉完成 夹起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蘸点酱汁 太香了 吃再多也不腻 再来口酸菜 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粉条 再冷的冬天 有这一锅就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加转发